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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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看到那個作者 要問一下他才行 你見過他嗎? 見過 那麼好嗎? 那你待會可以再多說一點 好的 大家知道是阿基拉 《神的語言》 因為很奇怪地 就好像我們上個星期提出的那本小說 《The Eyes of Darkness》 有很多人討論 他說到武漢的實驗室 這次更加離奇 就因為在一個80年代的漫畫 和後來改變成電影的版本裡面 竟然出現了在東京奧運 然後就終止 現在的確有這個終止的可能性 所以在日本的文書 很多人在推特上 叫日本政府終止2020年的奧運 所以這個信不信由你 但是這部電影 阿基拉已經很早的時候出現了 當時大家都覺得這個應該差不多了 這部電影應該是1988年公映的 慢慢再早就出現了 在80年代初期 是的 那樣的感覺 大家都會覺得它 都像2020年的故事的空間 當時都未曾... 東京奧運會就在60年代已經做過一次 1964應該是要說的 要說完 因為原來我發覺 跟這次的事件原來是有頗大的關係 如果你說頗大的事 也要說到柏林奧運會 1936 原本是1940年代是東京奧運會 是的 那兩件事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看到就是當時連續兩個 即是逐心角的奧運會 但是日本那次就取消了 因為它後來打仗前席 是的 一下子正在打仗 打仗了 1939年已經在打仗了 現在已經在三七開始了 其實就是亞洲區那邊還沒打仗 還沒打仗前不是正式開始 其實已經打仗了 三七已經侵華了 很簡單地說 今次這個所謂東京奧運會 在亞基立的語言 是不止剛才我們說的這個 因為它裡面也有一幅畫的細節 竟然說到世衛 裡面提到世衛處理不力 對於傳染病 我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原作者 可以想到這麼巧合 其實就我們上一次 就是用預言的東西 來去探討現在的細局 都提及了電影 它的那種 你可以說 就是這次說的 就是它的 究竟它的預言力有多強呢 尤其是說這些叫做《未來世界》 或者是末日的電影裡面 它的預言力有多強呢 可以分成兩面來看 簡單來說 很多時候說預言 譬如我們之前說的預言書 是文字版 但電影就是視聽版 在視覺的形象裡面 其實你套入更加多 可以讓大家覺得 預言的揭示性更加強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遲些可以再細緻一點 去告訴大家 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力量 視覺是比文字 視覺裡面的標誌 它的標誌比文字更強 這個可以探討的 將來的神秘之夜 視覺裡面的情況 視覺幾十年前 去預測到今天這樣的事情 就是很奇怪 另外日本那邊 就更加另外一個人覺得 他們覺得奇怪 就因為在這個漫畫裡面 大家看到後面的漫畫 就是預言的人 就會拿那個加東標誌做盾牌 是 在日本那邊 就是大黑羊 黑羊的朋友平井耕泰 他就拍了香港的歌 近來的這件事 為什麼那麼像日本那裡呢 這個就是香港的 是 那個拿了盾牌做盾牌 這個也不奇怪 因為很多地方都會這樣做 還有有前科 可能他看了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1988年的時候已經做 香港是遲些的 因為他公映的時候 可能太貴或者某些原因 我們開始的時候 因為很多漫畫 那時候我們都已經看了 但是他遲遲 香港都沒有機會公映 甚至後來公映的時候 都剪短了 我們大部分率先 即是漫畫迷 就已經 他一出LD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 很多人都買了那隻LD 來保留 就是CAV的LD 當時來說應該是四百多元 那麼大過漫畫呢 漫畫也有 漫畫幾個版本都有 他原裝的日文版 但是他之前的年載的時候 我們也有保留 是 英文版的又是甚麼呢 中文版也做得很好 也是有保留 所以我們也要看幾個版本 有沒有這個存在 就是特別是 WHO傳染病對策之非難 這個就真的難以解釋 我覺得他原本是有的 因為他本身 你會知道 他這個故事的概念 是 第一 就是跟那個 Blade Runner 也有些接近 應該我們會說 Blade Runner 他基本上是兩個平牌 是的 還有 Ghost in the Cell 不說那一筆之餘 就是 他最關鍵 是 戴尤克陽 他在1983年 那時候 就是負責 一部電影 叫做《畫魔大戰》 就做造型和動作的那種 因為他本身 他最初對漫畫就很熟悉 但對動畫也不是很厲害 但是找到他做《畫魔大戰》 是實心張太郎的作品 他做造型的時候 他將那個故事徹底改變 還有就像阿基拉一樣 就是用一種寫實的造型 裡面 來講一個叫做《未來的東京故事》 那時候那個效果就相當之好 就是激發起他 就將他自己這個 阿基拉的故事 就是 在部署 我製造一個阿基拉的漫畫 然後就做一個 在日本的動畫室裡面 一個史無前例的一個製作 事實上出來 尤其是他那種仿真 即是那種動作的技術 是跟以前的日本動畫 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他有一個說法 就是在日本的漫畫 是分兩個時期 是 是大有黑人之前 大有黑人之後 可以這麼說的 這個就誇張一點點 但他證明到他的漫生是多厲害的 他有這種勁力的 其實可能簡單點說 其實日本80年代的初期 他已經捲直整個世界了 因為他80年代出的動畫電影 差不多一年他有兩次的動畫一月 出的動畫每一次在80年代都有進步 以及印發到公其進的作品的出現 每年都有兩部經典作出來 去到大有黑羊或是押井手的時期 他們就已經是代表新世代 是跟他五、六十年代 大有黑羊跟公其進的最大明顯分別 就是公其進的那些 你會看到從六、七十年代的 那些日本的動畫電影 加上電視電影 那些動畫電影 去到80年代 就有一個高峰期 就有重本寧視 銀鑼跌到九九那些 但是幻魔大戰那時候 加上那個導演 Linda Lu 那是台灣人 出到那個幻魔大戰 就有一種新的轉機 到阿基拉那時候 就完全玩了 好像剛才所說的 很真實的人物的動作 難度很高的動作處理之餘 那時候 還有一個現在仍然是很成功的 就是他要合作口型 因為他說的東西就是 金棒呢 口型就是金棒呢 那些動作跟著 搞到他自己 周身沒有空 不是啊 差點崩潰 因為在那時候他的技術 在日本裡面來說 是很困難的 所以其實尾巴還是差一點 你會覺得是很少的 當然神秘之爺 就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就是他這個預言 他成真的因素在哪裡 大家其實就不需要用一些太過超自然的理論去解釋 Simson也是 是 Simson就預言了 Donald Trump會當總統 但是Donald Trump會當總統 其實在美國 如果你有留意他們的坊間的輿論 是一早有鋪排的 是 大概30年前已經有 因為30年前在Opera 他上去那個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的人已經問他會不會選總統 等同於香港裡面 最後50年 就是2047的時候 如果劉德華做到特首的話 這個又是預言成功的 因為為什麼呢 金雞又說過 你就想了 OK 這個 你之前那時候 Simson的人都說 Donald Trump 你就想了 一樣的 我覺得他那個 其實在電影裡面來說 這個不是一個叫語言 這個 是一個叫話題 話題的一種製造 我想 如果你說阿基拉 80年代的時候 你想想他出來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科幻電影 講近未來的電影 已經很多 他們就拿著這個叫做近未來的世界裡面 好像我們上一集神秘之夜所說的 其實是一種趨勢學 趨勢學 不是純粹百分百是預言 是一種趨勢的發展 你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 更多元素就可以放進去 你看到他的預測 這個方便 進入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總結一下這幾集 我們去針對那個時事 而看到一個什麼趨勢 第一件事就是 那個美國人 因為現在他們都很驚慌 很驚慌 那個武漢肺炎會傳到他們那裡 三藍市已經成為第一個 進入緊急狀態的美國城市 你看到三藍市 他們現在出現一個什麼情況 他們跟香港是很不同的 你在這裡看到 原來他們開始搶槍 最恐怖就是這個 他們不是搶口罩 他們也不戴 但在三藍市的購買率 我覺得是高層差不多50% 這個也體現到 美國人的本能上 他們遇到一個大型的威脅的時候 他們的本能反應是什麼 這個本能反應是怎麼造成的呢 我要總結一下 就是如果在美國來說 他們在變成一個大型的威脅的時候 他們的參照 那個關鍵是什麼呢 就不是政府所說的 是荷里活的災難片 譬如說他們看到一個大型的瘟疫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想 我看過以前哪一部荷里活的電影 只有斯丁和夫曼那部 我們現在香港也是在說那部 或者地震 歐盾 2012 是的 他們的本能反應不是 我現在聽政府說什麼 教我們怎麼做 而是他們會看荷里活 這個不是說有意識這樣做 而是說是一種前意識 即是他們將很多這些 所謂的末日大 apocalypse 即末日災難 他們已經計劃在腦裡 他們的本能上就會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跟賓隆的鏡雲有些不同 還有一個關鍵就是 那個城市空間 其實大家會看到那種分歧 他們都有一種了解到 譬如如果你說在三藩市 即是在西岸的那邊 你會看到那個環境 就跟現在 譬如這個叫武漢 甚至我們香港 或者你現在河城去爆那邊 都是不同的 那些叫新城市 而且那種建設 和現在叫樓宇和樓宇之間 是太過密集 會製造了很多那種疫症的 如果當有傳染的時候 容易中招的那些環境 那麼香港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就是香港是一個很密集的城市 很密集 就是你上班 你已經要接觸很多人 一坐車 因為那裡 整個空間裡面 或者一個空氣的流動 香港都已經出了名 已經在那個叫什麼 屏風樓出現的時期 都已經知道那個環境 如果一有這些疫症的出現的時候 那種傳染力 是很強的 是能夠計算出來的 相比之下 你會看到 譬如三藩市 都是一個叫做老城 還有一個大的海灣 你會看到 他們那個叫做感染 那個他們都 那個預防措施 就不同 就是他們怕有人搞鬼 所以他們手上 如果合法拿到一槍 這個就是很恐怖的危機 這個情況就很明顯是 在荷里活裡面 你看錯誤片 其中一個必備的環節 就是人們拿起槍去框天 智慧 智慧 當是智慧 智慧 這個代表什麼呢 就是你想想 如果在我們來說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樣東西怎麼醫治 我們怎麼預防 所以我們會戴口罩 我們會洗手 第二步是什麼呢 我們會怕這些物資不足 會適合自然搶購 甚至可能是糧食 但是他們的本能不是這樣 他們不能是槍 這個意味什麼 就是他們的思維 所謂的生命 是 就是幸存者 幸存者的意思不是 你死成種 而是說 你會是一個很惡劣的環境 你怎樣去求生 還有怎樣去自衛 有時候甚至不惜殺人去做這件事 美國人的本性 本能是這樣的 從西部已經開始發展到這個時候 這個本能是怎樣來的 這個本能他們不是在學校 或者教學裡面來的 是在荷里活電影裡面來的 那你是否會說 那荷里活電影是否很負面 如果你想真的不是 荷里活電影 特別是災難片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是什麼 很多情況 很多難以想像的場面 或者一些情況 政府是不會想的 但是誰會想的 就是幾圖這類的從業員 就是當你構思劇本的時候 你想像的時候 就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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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對社會 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就是政府想不到的東西 而且你告訴別人 你是怎樣應付這件事 這個就是荷里活電影 現在對現在這個世界 最好的貢獻 始終戲劇的感染力 你會看到是很強的 因為有很多時候 譬如你說道理的時候 道理說的是層次和水平 當道理說的時候 你可能要說很多句 都不適合你拍一場戲 或者說一個故事 是吧 做一個廣告片 一個劇情的廣告片 已經可以傳遞你的訊息 這就是戲劇的好的地方 如果你譬如說 譬如說《一本正經》 大家如果遇到大地震的時候 大地震 首先你會知道 那個地方 有幾層樓 走 那些人都會睡覺 但你拍一個 像《荷里活》那樣的大型障藍片 那些人 他不一定會記住裡面的教訓 但他會覺得有多少個影像 他有多少個影像 他就會跟著那個影像裡面 會介入怎樣做 他會記住他會進入路 所以為什麼這次 你會看看三年時間 人家去買窗 窗的長期的電影 就交給人家 在這個時候 你先拿一支窗 就不太走 因為他在整個 他的現實那裡 都已經舊了鼻子 戲都說話 你要解決問題 如果你有窗 你就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其他地方 解決不了的問題 但這裡是美國 所以很多人 這個危機 就是有窗的危機 就已經一早湧現 而且在電影裡面 都不斷提及 說是否應該人人有窗 人員進入地球 那時候 Tim Burton也有說 那個窗 是令到人員的成長 所以你會看到 不同的地方 出了不同的意識形態 出來 第三個教訓是什麼 雖然現在沒有人說 但是 我想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 從今以後 幾個超級大國 會很積極發展生化武器 因為你看到這次的影響 是可以真的造成一個大型國家的候選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南韓因為他們的士兵染病之後 整個愚蟹 在今年的 上半年的軍事演習 都做不到 都會停止 是 如果你這樣想 就是 沒有這件事 那些國家 就完全贏了你 有事的國家 在軍事上面 是 你會發覺最新的 這個 所謂最新的武器 在遠古的時候 都已經有存在 不過那個不是叫人為 那個叫天然 你很強的心力 一個瘟疫 一個流感 就已經理好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看那個文明黑暗史 其實很多專題都說 那種疫症流行 如何毀滅了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承邦 但是當時的一個疫症 不是那麼容易 你就可以叫人為控制得到 但很多人都說 其實有些道士是可以的 有這種說法 但到了今時今日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你有看那個劍子嗎 不用 你有看那些古毒 你有看龍珠嗎 當然有 我知道有某位居士 特別推薦 那個真的是香港意識形態 一個龐匯珠 那個叫龍珠 那個龍珠是令到香港有光的恩友 他說那些話的時候 有人找他算帳了 其實說回那個關鍵 一直到20世紀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發覺 最害怕的是 最新的武器 殺傷力的武器 已經不是那些熱武器 冷武器 刀槍和子彈火藥 就是你如果控制到一些 這些病毒 或者一些基因的改變 你就可以控制到 這個未來的世界 這個已經有很多文章 探討的了 但以前是在想像空間 現在不是 現在你實際看到是這樣 這個就是 不得不說日本的731 德國的優新學 或者意大利 這些俗心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留下了這些證據 他們有研究的證據 其實在那個共產國家 尤其是俄羅斯 都已經知道 他有研究這件事 而且也有想過 將它作為一個武器 這樣就出來 到了今時今日 這個就具體 你會看到 原來不是一時之間爆出來的事 是的 但最早的生化武器 那個構思 就是來自蒙古的 因為他們西征的時候 即是打到歐洲的時候 他們包圍了一個歐洲城市 他們就發覺是九宮不下 他們的辦法就是把死屍扔進去 用頭射扔進去 那些死屍裡面就有很強的病毒 或者細菌 但是當時歐洲的國家 歐洲的人 他們沒有了解到這些病毒的問題 他們就跟他們共存 結果運貨到意大利的時候 連菌都運到到意大利 結果造成在歐洲有大型的感染 那個死傷的人數 死的人數 當時是佔歐洲的三分之一 黑死病之後 但是黑死病之後 接著又有文藝復興 那麼今次這個情況 就去到我們現在這個時刻 基本上大家都要確認 它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瘟疫 那麼在中國 它爆了第一波之後 武漢爆了第一波之後 它在歐洲 或者其他國家 特別在南韓或者日本 它們會很可能形成了第二三波 就跟著會傳回 可能是中國或者香港 所以這個情況 基本上已經去到一個在荷里活描寫的一個超級大災難的情境 所以大家不妨重溫一下荷里活的電影 他們去講一個生化災難的時候 他們提供的解決方法是甚麼 當然最終的一定是科學家研究到疫苗 但是其中的 譬如說涉及到這些空間 或者軍隊的包圍情況 基本上就會在不同的國家出現 那麼在美國會怎樣呢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奇怪在於甚麼呢 剛才我們說過了 荷里活的情況已經想過這些很多次 但是為甚麼現在這個政府好像不太知道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是比較奇怪的 至於日本方面就更加大問題了 日本方面 他雖然不及南韓的情況 但是在這個處理的轉日公子號的時候 已經是被日本一個教授上了船之後批評他 但是那個教授受制於社會言論壓力的張道片 但是事後日本的官員也都承認他們在處理的轉日公子號上面 是沒有解決到那個問題的 這個是比起日本來說 有兩個事件 是令我們看到他們的危機意識相連 雖然很強 但是那個應變的能力是頗低的 這個就是福島之後 福島的危害是到了今天 就是那些水要倒進海洋那裡 污染了福島的水倒進海洋那裡 這次這個病毒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看日本篇有沒有說過 日本篇有沒有以前構思過類似的情景 認著沙士之後有一個叫做感染烈島 那部已經很早已經說了那些叫做蝙蝠裡面 應該已經說了菲律賓已經到了菲律賓 那個簡直是一個叫做近未來的病菌流傳的一個 其實是很經典的 不過其實香港當時供應時都比較忽略 那些人沒有去看 所以你說首先第一次回答 大有黑羊的預言本身 基本上他預言到未來是偏僅的責任 我覺得他不僅僅 因為如果大有黑羊來香港 我們應該請他上來神秘之夜 因為他那些漫畫裡面 他也碰到很多神秘學的那些東西 尤其是阿基拉是他一個很重點的 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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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擊的一個故事來的 裡面碰到很多關於那些神秘學的那些元素 除了你剛才說的科幻片之外 山中路人也已經有了 你會看到金田和鐵熊和阿基拉 他們的孤兒院的世界 是有很多 你會看到他們已經一早被鎖住了 在那裡做一個叫做 好像那時俄羅斯做的對烏克蘭 那裡有一個小國 裡面做的將那些小兔子捉住 然後做一種叫做新法的實驗 我懷疑在中國也可能有類似的 韓國應該也有 因為最近說韓國電影 例如現在這個空櫃 那部電影 還有之前有一個叫做復仇母親 他說其實在北邊 我們亞洲的 尤其是北方那裏 南韓都是屬於北方那裏 其實日本都是 內地更加是 就是有一種叫做拐子文化 這種拐子文化 基本上就是由遠古到現在 都做得很誠恨的 那時陳可生拍的親愛的 他裡面都觸及到這個拐子文化 他裡面其實你會看到 這些拐子的現象 除了他做那些 有時候那些叫做乞丐的集團 那些犯罪集團會有用 或者那些叫做寶寶仔販賣 那件事之外 他也有把一些寶寶仔 可能來做一種另有用途的 在阿吉拉裡面就說是 所謂的超能力 超能力的訓練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 剛才我們說的國家 就是落後 在美國也是 每一陣子都很害怕 因為我最近看他們的失蹤人口 泰國是原來很大人害怕的 那種叫失蹤者 生死的問題 又是一件事 可能是被人扣押了 去做別的事的時候 那是你要追查下去的 在美國也相當多 不過不是變成了 他們一個叫重點關注的問題 這個就很奇怪的 但是Steven King也寫了 Steven King寫完之後 可能就關閉了一點 不是的 其實不知Steven King 其妮依士活 也有寫 很多都是說過的 不過因為他怎樣說 都是民間的聲音 其實政府 就是叫做重視的反應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東京奧運會 現在的status是怎樣 和阿吉拉之間的關係 我們回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